大家好,我是猫熊徐 上一周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一条信息 就是奉劝我们的国民近期不要去澳洲旅行 澳大利亚国内对华人和亚裔的种族歧视言行和暴力行为现象明显上升 所以它在提醒我们所有的中国游客 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到澳洲去旅行 澳洲跟新西兰一般都是绑坡的 哪怕是在新西兰进入到了这个四级的警戒 也是随着澳洲它的一个锁国开始实施的 会有一些担忧 说澳洲已经开始有这样子明显上升的一个社会舆论 那么新西兰它还会远吗 今天我将会从我个人的一些亲身经历来跟大家谈一下 新西兰这边对于我们华人到底有没有歧视行为 我是在今年咱们农历新年之前到的新西兰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五个月的时间 大部分的时间我是住在新西兰北部一个叫做法克塔尼的一个小城 这个小城市呢就是以白人为主毛利人都很少 更别说我们中国人了 因为我一直都在店里面工作 所以接触到的本地人还是相当多的 我是觉得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待的地方 它首先是人很少 其次呢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也比较高 所以他们对于我们这样子的中国人非常的友善非常的和善 我记得之前路过一个大妈家我在散步的时候 看到他们家门前的花特别好看 然后我就夸了那个大妈两句 结果呢那个大妈之后有几次到店里捧着都是大树大树的鲜花送给我 这个也是让让人觉得蛮感动的 前几天还有一个毛利大叔买了一盒烟 买完烟之后就一直跟我聊 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的写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的毛利语该怎么来念 比如说早上好毛利呢 哈喽 Kiola 就一遍一遍的去教我 而且还有说改天过来之后还要考我 再有过来之后看到我们是亚裔的面孔就会问我们 你们从哪里来呀 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 然后得知到我们是从中国来 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就感觉就差张开怀抱拥抱你了 有一些当地的居民他们去过中国的话 就会可见的跟你聊中国的美食 跟你聊他去过哪去过哪去过哪 他喜欢中国什么样的风土人情 他喜欢什么样的美食 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听到当地人对于你中国的一些褒奖 中国美食的欣赏 我心里面油然而起是那种敬意 那种自豪感特别好 我大部分遇见的老外都是这个样子 当然也不乏一些让你觉得比较迷惑的言行吧 我这段时间是一直在Facebook上面卖东西 因为我自己在做一些手工的面包 手工的蛋糕 一方面是我的爱好 然后再一个也是希望可以说拿出去 有人跟我一起来分享 其实讲真啊 这些东西真的赚不了几个钱 完全就是爱好使然 我觉得也是我们去打出一个品牌 很好的一条路径 所以我把这些东西上传到Facebook里面 它会有一些群组 类似于我们的微信群 在上面可以有一些贸易交易 或者一些小商品的零售交易 我收到第一条让我比较无奈的信息是 写的是 他说我希望你发的这个东西不是为了爱好 而是你有经过City Console的允许 你在这个上面卖食品 我当时就很纳闷 上传上去的文案里面有写 我做这些东西 卖这些东西是Cook with Love Make for Fun 很强的一个个人爱好 个人喜好在里面 我给他回的也很有礼貌 我说谢谢你的提醒 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店的 OK了 他也再也没有给我回什么信息 这个让人心里面不太舒服 是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有很多老外 他们自己在发自家手工做的面包蛋糕 自家做的这些食物啊 他们会有线下的门店吗 根本没有 但是他们一直在上面发 有人去跟他们讲这些东西吗 那就不得而知了 那我的名字一看就是个老外的名字 我的头像一看就是个亚洲人的头像 所以里面到底是为什么 咱们也不知道 然后再一个 我最近发了一些做的那些蛋糕上去 有一个香草蛋糕 我们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去卖的 一个人就给我发私信 你还在卖吗 这个产品 我说还在卖呀 就欢迎你随时到店里来 然后他就讲 如果我要一块以上 你可以给我送到Rotoroa吗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真的是飘过了很多草泥马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住的法克塔尼小城 到Rotoroa差不多是个80来公里 这个来回的邮费都不牢少 他只要一块以上的蛋糕 还要让我们给送到Rotoroa去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呀 还是真的是 他的脑袋缺根弦 我给他回复 谢谢你 但是我们不提供外送服务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到店里来 我后来想了一下 如果下次我再接到类似 这样子的信息 我会这么来说 可以呀 没问题 来回路费200块钱 只要您出路费 我马上给您送货到家 最近还遇到这两个人呢 他们的头像一看就是毛利人 他们直接是在上传的这个帖子底下留言 只有一个字母 但是这一个字母分量很重啊 就是F 没有后面的啊 只有一个F 而且两个人还是排排坐 A发完了 B发 我也是找了老外朋友去问 他们发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那个朋友告诉我 不知道啊 就是奇怪的人哪里都有 其实他这个回答已经很委婉了 大家都知道那个F是个什么意思 认为应该是挑衅的一种吧 我并没有去理他 我直接是把它给Facebook上有一个按钮 是block 其实我一直玩不准啊 我 我以为那个block一点 就是这个人以后 他可能就 就等于是被我拉黑了 微博上拉黑的效果一样 然后我就发现 哎 那条评论也没有了 那下次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样在我看来吧 可能还是因为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短 就是正面的冲突 正面的对于我们亚洲人 对于我们华人的所谓的歧视啊 所谓的那种不良的言行举止啊 我还真的是没有碰见过 但是我觉得吧 如果一旦碰见了 就多少心里面自己会有一杆秤 我们自己行的端做的正 我生活的绝对不比你差 所以我们也不用害怕 他喜欢说就让他说去咯 要知道在新西兰的毛利人 大部分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跟这一部分的人 去做一些正面的抗衡 跟他们距离力争什么 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 和从小生长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我们后天接受的教育和你的环境影响 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你没有办法去决定别人怎么来看你 别人怎么来想你 别人怎么来对待你 我们唯有说把自己做好 再一个呢 我是觉得大部分的华人在海外都非常的努力用功 内心都有一个很强的作为华人的信念 就是很要强 我觉得其他的这些七七八八的琐碎的小东西 是打倒不了我们的 有无意间刷到了一条信息 我觉得那个女孩说的非常好 如果你在海外被当地人骂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他说我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回到我的国家去 或者待在你的国家 因为我的经济状况 因为我的个人的能力 完全可以负担得起我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来生活 我觉得他这个回复非常的漂亮 这个就是自信 当然我说的这些就只能代表我自己 一方面是我待的时间太短 在一个我所住的这一个区域 它并不能很好地代表整个纽西兰 如果现在正在收看我的小视频 你有过相似的经历和知道类似的这些小故事 也可以留言给我呀 我们一起来聊一下